他们是三个很夸张的细子厨子和匹子 那我就一定是比较夸张的傻子 憨厚的傻子 力打无穷的傻子 对于一些设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希望它能够做到一个极致化吧 就把这个人物从外形造型上那么夸张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担心这个造型 这个装 其实这个装是我自己设计的 人物比较极致 极端化 没准老百姓还真的不适应了 这种夸张的表演 但也许大家会反而是特别的喜欢 就是一种尝试吧 很多时候不光是演员 各个行业都是有创新的这一说嘛 你要敢于去做这个创新的人 虽然说不是那么的创新 但是至少是一种尝试 我觉得尝试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的人 然后包括把自己扮丑 这个丑虽然说在杀生里头也是一种丑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升级版的 其实我觉得演员 就是真的是应该是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 才能真正的去没有杂念去塑造角色 三个艳丽的奇葩 我是一个很怪异的绿叶 要横你一说 明白 最后的时候要落在这儿吧 滑了娘子 哈哈哈哈 我觉得在你这个状态里 我还是得要求你们得起完 起完 还是得要求这个起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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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